民进党的立委林怡景的办公室 遭到了检调搜索 而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 连下请记者周佩宇来带我们掌握 好 主播观众 带您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今天一早呢 检调就到立法院来进行搜索 那搜索的对象呢 正是民进党的立委林怡景 传说他过去在担任市议员期间 被检举说这个有设诈助理费的事件 那检调呢 也因此来到他的立法院的办公室 来进行搜索 那目前呢 最新消息是林怡景仍旧在台南地检署 他也在脸书上面发文说 会配合检调调查 希望司法说来还他一个清白 但是呢 回顾其实林怡景从政的这段时间 他其实爆出了不少的争议 包括说呢 他之前曾经传出说 他卷入了其他人的感情 甚至呢 他的特助呢 也传出说涉入这个弊案 另外呢 甚至说林怡景的弟弟 他过去也爆出说不少的争议 也因此呢 这一回检调其实大动作搜索 不过呢 也因 其实呢 也一度爆出了插曲 因为呢 检调一早来到这边 他其实呢 他其实呢 是到了七楼 一度呢 以为是要搜索这个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的办公室 是不是跟这个民众党的 假装风波有关系呢 但其实呢 林怡景的办公室 是在中心大楼的八楼 因此呢 检调一度跑错棚呢 也为这起事件呢 爆出了一个插曲 不过呢 现在最新的情况 到底是怎样 检调呢 也还在持续调查当中 而我们呢 也会持续为您掌握最新消息 以上呢 是现场最新主播